沈女士和丈夫恋爱四年 结婚十二年 在一起整整十六年的时间 她却觉得自己根本就看不透这个枕边人 什么都隐瞒 什么都是欺骗 那这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 沈女士觉得自己被谎言笼罩 婚姻已经形同虚设 然而她的丈夫刘先生的感受 却和她有着天壤之别 我是感觉没有隐瞒 也没什么欺骗 我们日子是过得很好的 也只有你认为好了 全是谎言 夫妻俩一个认为婚姻很和谐 一个认为全是谎言 事实究竟如何 而沈女士口中的谎言究竟是指什么 是什么让她多次对丈夫抱以冷笑 又是什么让她忍不住哽咽 什么原因你自己去想想看 自觉愤恨又委屈的她 为何会引来观察员们 如此的质疑和感叹 我觉得你对你的丈夫 就像有点这个警察抓贼的意思 你把她当作了一面烂骨坏骨 所以你拼命地重重地垂打 在沈女士面前 刘先生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丈夫 是退让隐忍还是假面虚伪 沈女士最终又能否看清 这个同床共诊十多年的男人 调节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女方 沈女士 男方是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清白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公 作为一个男人 就不干什么东西都 不跟老婆去说 什么都隐瞒 什么都是欺骗 那这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人我也没什么大的希望 我只是想让她认识一下吧 能改变就改变 但是我估计是改不了不了 让她说一下 我哪里隐瞒或者欺骗 平时的话 我是感觉没有隐瞒 也没什么欺骗 到现在为止 她一点意识都没有 那刘先生觉得 你们的婚姻状态怎么样 在我感觉的就是 我们整个家庭 都是要看她的心情和情绪的 她就是心情情绪好的话都好 情绪不好的话 就要大发雷霆 什么事情 在她眼里就是天大的事情 大事 很大的事情 大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会觉得 身边的这个男人 对你就是欺骗和隐瞒 我在刚跟她认识的时候 我问她年龄跟学历的时候 她通通都是谎言 她比我小 但是她说她跟我一样大 年龄这一块 你可以稍微留点底 但是学历这一块 我觉得我是在意的 她远远就是底子很差的 她往好地说 其实真的连个 可能一个完完全全的 初中都没读好 当时我还跟她刚认识 我就说了 我比实际年龄大两岁 因为我是初中毕业 我就说高中毕业 那肯定也要点面子 这个又不是什么欺骗 刘先生觉得 自己只是一时碍于情面 才谎报了年龄和学历 更何况在确定了恋爱关系后 他就已经说明了真实情况 根本就称不上欺骗 沈女士不再揪着这点不放 而是随即说出了一件 发生在十多年前 直到现在都没有 确切答案的事件 她觉得这足以说明 丈夫的谎言和欺骗 她哥哥结婚 她妈跟她借了四五千块钱 那我后来过了几年 等到我结婚之后 好像我问她了 我说这点钱有没有还给你了 然后她呢 有的时候还说有还了 有的时候又说没有 跟我说的那此时此刻 她都能立刻换成一种说辞 还了或者没还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没有 我知道她的谎言比较多 所以我也是隔一段时间问一下 隔一段时间问一下 如果说辞是一样了 那说明确实是这样了 是事实 但是她每次说辞 她都不一样 临时都会变 有这么一种人的 那你到底最后得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结婚 她说还了 我觉得按照她们的经济条件 还不上 我也不是说 一定要她们还这五千块 一万块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给我一个答案 我是老婆 这样的状态 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在我心里中是不用的 这个用 因为这个是前世 03年我哥哥结婚 那个时候我跟她 应该还没结婚 就是我们两个的钱是放在 应该是放在一起的 她就是 平时不问的 就是情气不好 生气了就要问一下 这个钱还了没有 刚开始我说没还 后来她老是问老是问 我就说还了 把钱拿去 我说用掉 刚刚刘先生也说了一句话 在你心里看来 这个钱是不用还的 就是不用还的 我也没说这个钱一定要还 但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她现在是讲的 要不开心的时候 肯定会说的 这就是不行的 这个意思 全是谎言 因为后面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有一次 我爸爸生病 那也是五年前了 我就明确告诉他 就是我爸爸生病 住了一次院 我哥哥打我电话 我就给我爸爸五千块钱 现在的话 就是在他心里 就是一座大山 他老是情绪上来的话 就忘不掉 会骑 心情一不好 他就会想起来 因为他这个人 对钱看得比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一无所有 没有像样的工作 也没有一分钱身边 如果我看钱看得重的话 我会找他吗 为什么后面的 十几年的婚姻当中 我会 什么原因 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会想看那个事 我会想看他 你怎么不走 我会想看他 我会想看他